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立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在第21章第1到第36节的经文讯息 提到摩西开始把很多条例颁布给以色列人知道 例如宣布一些第七年可以得自由的条例 其中有说到一些穿乙 如果一个仆人甘心信服主人 他就可以穿他的耳朵 穿他的耳朵之后 代表仆人一世就要侍奉主人 更加提到属身的条例 以及订立各种生活上的规矩 例如一些赔偿的条例 公平的原则 以防止一些不公义的情况来发生 在我们进入今日经文的内容之前 让我们先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公平的神 因此人是不可以任意的 很自我地生活的 而是要十分的警醒来生活的 免得我们在生活上得罪你 神我知道你亲自订立很多个条例 是要达到一个公平和公义的情况 让人能够生活得快乐和有秩序 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些法律一样 我们求你使得我们 不要单单成为一个只是守法的人 而是更加成为一个爱你 以及守你界明的人 祝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努博 他服侍你六年 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离去 他若单身来就可以单身去 他若是有妻子的 他的妻子可以同他离去 若他主人给他娶了妻 妻子为他生了儿子或女儿 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 他要独自离去 倘若努博声明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 不愿意自由离去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前 再带他到门或门框那里 用锥子穿他的衣朵 他就要永远服侍主人 人若卖女儿而作婢女 婢女不可将男的努博那样离去 主人若选定他归自己 后来看不顺眼 就要允许他属身 主人既然对他失信 就没有权并把他卖给外邦人 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 就当照女儿的规矩对待他 若另取一个 他的饮食、衣服和房事不可减少 若不向他行这三样 他就可以白白离去 不必付属金 惩罚暴行的条例 打人致死的必被处死 他若不是出于预谋 而是上帝交在他手中 我就设立一个地方 让他可以逃到那里 人若蓄意用诡计杀了他的轮舍 就是逃到我的痰那里 也当把他捉去处死 打父母的必被处死 有拐人口的 无论是把人卖了 或是扣留在他手中 必被处死 就骂父母的必被处死 人若彼此争吵 一个用石头或拳头打另一个 被打的人没有死去 却要躺饿在床 若他还能起来 扶杖行走 那打他的可免处刑 却要赔偿他 不能工作的损失 并要把他完全医好 人若用棍子打牢博或痞磊 当场死在他的手下 他必受暴刑 若能撑过一两天 主人就不必受懲罚 因为那是他的财产 人若彼此打斗 伤害有人的婦人 以至胎儿掉了出来 随后却无别的伤害 那伤害他的人 总要按婦人的丈夫所提出的 照审判官所裁定的赔偿 若有别的伤害 就要以命底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却伤还却伤 以損伤还損伤 以边打还边打 人若打牢博或痞磊的眼睛 毁了一只 就要因他的眼 让他自由离去 若打掉了牢博或痞磊的一伙牙 就要因他的牙 让他自由离去 物主的责任 牛若抵死男人或女人 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 却不可吃他的肉 牛的主人可免处刑 倘若那牛向来是抵人的 牛的主人虽然受过警告 牛仍不把他删好 以致把男人或女人抵死 牛要用石头打死 主人也要被处死 若罚他付属命的赔款 他就要照所罚的数目 属他的命 牛若抵了男孩或女孩 也要照这条例处理 牛若抵了牢博或痞磊 就要把三十射客勒银子 吸牢博的主人 牛要用石头打死 人若闯开井口或挖井不盖住他 有牛或雷吊进井里 井的主人要拿钱赔偿生畜的主人 死生畜要归自己 人的牛若抵死轮射的牛 他们就要卖了那活牛 平分价钱 也要平分死牛 若这牛向来是以好抵人出名的 主人竟不把牛删好 他必要以牛陪牛 死牛却归自己 在这一章的经文重点里面 提到有四样的事情 第一方面就提到一个叫约书 约书就在第20章第21节 去到第23章的第33节 在这里面就提到 神与人立约的各种细节 也包括各类典章 目的是厘清了神所与人定立的规矩 哪些规矩是神要人清楚遵守的 这也是写得很清楚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条例 其实就不像其他的法典一样 正是重视来保护当权者的利益 和当权者的财产 这里其实摩西克律法里面 是提到宗教性 也提到他们的生活上面 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这个对人的生命 是积为看重的 这个表示 神也是很看重每一个人的 这个正正是表示着 神一种公平的原则 要每一个人都是来遵守的 第三方面的重点 就是指导保障人的生命 保障人的财产的条例 例如有关杀了人之后的审判的条例 什么情况下 按照神的意思来处理 什么情况下 要将个人自死等等 例如牵涉到有一个可以逃走的情况 牵涉到有些人 他不应该放过他 要将他来处理和要自死 这个也提到很重要 关乎人生死的条例 第四方面就更加实际 经文的重点就提到 所谓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以手还手 以伤还伤 或者以打还打 这些原则 这个原则成为当时生活上的境界 这些原则不是鼓励暴力 而相反是要减少暴力 是因为要清楚犯罪的后果 鼓励别人不要犯罪 如果你犯罪的时候 就要承担很可怕的后果 这个后果的严重性 分钟是他未必承担得起的 这就在人的生活当中 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阻碍作用 今集的反思 我们想到以下这几方面 首先就是 神为人定立了这个条例 其实是为了保障 神的百姓生活是按住规矩 和公平的原则而行的 当今天我们是偏离了 这个属于神的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是无从在神里得着足风 反而会受到因为犯罪而带来的结果 这个都是因为人轻视了神 而带来的一种结果 因为人是无理会 神在道德上对我们的要求 第二方面就是 神要求人 甘心情愿地去服侍他 就好像当时一些仆人 他们是因为爱主人的缘故 是愿意跃穿自己的耳朵 当他跃穿自己的耳朵的时候 其实就是表示 他一生一世都愿意 服侍这个主人 第三方面就是指到 人可以将自己的耳垒卖给主人 当他可以将耳垒卖给主人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帮他自己的耳垒来属生 这方面我们想到 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为我们的罪牺牲 他自己就成为了一个还回制 他将我们从罪里面去属回回来 所以今天我们会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 我们多谢我们的主耶稣 就是将我们从罪里面拉上来 将我们从罪里面来属回 就好像当时的人能够将自己的耳垒 从他主人的身上属回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倘若勞博声明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而女 不愿意自由离去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前 再带他到门或门框那里 用锥子穿他的耳垢 他就要永远服侍主人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五至六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归